新青年之于新文化 新文化之于五四 五四之于建党 它是一个思想流变的过程 你们快来看国内最新的消息 我们剧中就是所谓觉醒这一代 绝不仅仅是那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觉醒 回望神州 仰天悲愤 更是这一代年轻人 青年人的觉醒 救国 当元 救国 国人而欲托蒙昧时代 修为浅化之民也 则极起之锥 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要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用科学与民主的理念来武装我们的青年 提倡白话文 我们要用新文学的力量来启蒙大众的思想 好 陈德秀从日本回到中国就是要办这个新青年杂志 所以新青年杂志是我们这个戏的灵魂 我跟一白沙办了一本杂志叫青年杂志 各位先生指教 你看一下 青年杂志 你看一下 青年杂志 所以新青年出来的时候真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作品 它能够波及到哪些人 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李大钊 就回国 什么战场 大钊先生也是因为看了新青年 才决定跟陈德秀联手 所以呢 咱们边喝边聊 也是因为这本杂志影响了毛泽东 影响了周恩来 影响了陈延年 影响了赵世言 影响了邓忠祥 影响了这一代人 以无人之青春 柔化地球之白手 虽老 尤未老也 在年轻这一代的代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当时他的身份还是湖南医师的学生 我是二十八化生 毛泽东 你好 先看看我的宝贝 他也是最早地把新青年的理念 消化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 看到禁告青年 我就已经觉得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 醍醐灌顶 醍醐灌顶 同时周恩来的第一个镜头 就是在读陈竹修发表的新青年 阴阳家福瑞五行诗说 祸世无女 农不知科学 故无责众去虫之术 青年周恩来 在成立觉悟室的那个时候 周恩来同志就体现出了他的那种 这个一个革命家的一个气质 同学们 监狱也可以是我们的研究室 今天的演讲呢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也可以说在那个关键节点上 李大钊和陈头秀 给他们一个思想层面上的指引 救国要义 在于立刻唤起行动 先生 何种信仰才是救国行动之指南呢 走马克思练营者的路 这个呢 将是我在新青年 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官的下半部 我们就讲这个 太好了 这个题目太好了 新青年就是一盏明灯 在职业他们找到新思想走上新道 严年和乔年在剧中是贯穿始终的 青年杂志 本意是鼓吹新文化 宣传新思想 造就新青年 当时的年轻人他们是渴望觉醒的 渴望被正确的思想去引导的 新青年对陈严年来说绝对是精神失良 这本杂志中融入了陈严年对家和国的情怀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人类 整个觉醒年代 它主要是围绕着新青年的建立 新青年一定是功不可没 新青年就永远光彩奕奕地 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 引领了一大批爱国旧国的青年之士 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 已渐渐地在一般可爱的 可敬的青年人身上复活了